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化环境已经成为众多家庭的选择 如此典雅高贵的金鱼 却有着相貌极为平凡的同源祖先金鲸 金鲸是一种金黄色的余生鲸鱼 它由普通鲸鱼变种而来 鲸鱼在演变为鲸鱼的漫长过程中 体型仍然保留鲸鱼的基本特征 头部细平 尾气短小 它的变化是从鳞片的颜色开始的 首先是体侧的鳞片渐渐变黄 这样一点一点的扩展到背部 等到黑色退进 全身金黄的时候 它就是一条稍有姿色的金鲸了 金鲸在古代被称为红鲸鱼 古人将它们看作是神灵的化身 唐代就有专门放养金鲸的放生池 供人行善 到了宋代 金鲸更是高宗照构的信宠之物 宋代诗人梅瑶辰曾坐诗云 谁得桃珠树 修至易水宽 黄恩加鱼别 不敢覆垂干 金鲸经过自然杂交和变异 便有了美丽的后生代金鱼 而将不同品种的金鱼相互杂交 就使得这个特殊的家族越来越庞大 金鱼外部形态的变异 与其生态条件的改变有关 早期的金鱼大多生活在天然水域中 因受环境的影响 以及需要主动觅食 逃避敌害等等 都要以最快的速度来适应生存 所以这种鱼的形体细长而侧扁 为其粗重 头部收紧 油动敏捷 而且体色暗淡 加化了的金鱼 则是在盆钢等容器内进行小面积饲养 环境很稳定 也无敌害侵袭 又有人们投入足够的饵料来供食 稍稍偏油便可饱食终日 所以体短而圆 为其轻盈 头形松散 体色鲜亮 成为养尊处优 雍容华贵的水中仙子 金鱼有较强的遗传性 人们利用其杂交优势 可以有选择的定向培育优质鱼和珍贵品种 以达到提高金鱼观赏价值的目的 人们现在常见的金鱼大都是通过杂交而来的 皇冠珍珠是狮子头与珍珠鱼杂交的后代 它头上的肉瘤完全是父亲的杰作 肚子上的猪鳞却是母士家族的象征 为了获得外形特殊颜色鲜艳的紫带鱼 人们通常选择品种特征差异大 色形态最佳的金鱼进行交配 这样经过年复一年的选择育种和异系交配 就可以获得品种鲜质量好的理想上等鱼 每一种金鱼都有它值得展示的地方 已经有表演者在迫不及待的抢镜头了 您看这头顶上长着一堆肉瘤 形似草莓的帽子鱼 珠顶的鲜红艳丽 花顶的清秀淡雅 这种鱼讲究的是头部肉瘤越发达越好 而且位置要正中 象征着吉祥幸福的贺顶红 就是帽子鱼的代表 对于金鱼来说 头上肉瘤所增添的风采 不亚于姑娘们的云集 金鱼也能像荷蚌一样孕育珍珠吗 您看这种鱼又短又圆的身体上 欠满了闪亮的珠子 一看就是富贵身份 其实这些排列整齐颗粒清晰的珠子 是它身上的鳞片 由于体内物质沉积在鳞囊内 而是鳞片竖起 这便形成了一颗颗饱满鲜亮的珠鳞 正因为如此 它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珍珠鱼 珍珠鱼因体色的不同而方明各异 红珍珠色彩鲜艳形态俏丽 花珍珠体表红白相间 颇为青雅 只把水底点缀的珠光宝气 呀 它的头上挂了两个气球吗 啊 不 那是金鱼的眼带 这种被称作水泡眼的金鱼 左右眼球下方的眼瞼 各衍生出一个水泡 里面是很透明的组织液 水泡的泡膜很薄 轻易不能碰触 一旦表皮破裂组织液流出 只要水泡根部的粘液线仍然完整 水泡还可以再生 只是比以前小得多 但是如果伤及根部粘液线不再分泌组织液 那金鱼将终生致残 甚至感染发炎而亡 这个满脑门结彩的家伙 看起来有点像狮子王吧 它头上的两束花球 可不是人们挂上去的事物 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 而是由于这种金鱼鼻隔膜变异 鼻内的肉液过于发达 长到鼻孔外面来了 金鱼呼吸的时候气息吹动肉液 很像两个绒球 这便有了形态滑稽 久看不厌的绒球鱼 是不是蝴蝶落在了水中 看清楚了这是蝶尾鱼在游动 瞧它尾鳍清白如蝴蝶展翅 让观者顿上遐想 浑身乌黑的墨蝶尾散发着神秘的韵味 红蝶尾则热情而华贵 通身彩般的五花蝶尾 更像是彩蝶在水里偏线 不时的水中还会上演一出蝶霜飞呢 金鱼的体态奇特多样 体色更是丰富多彩 在金鱼的世界里 色彩之斑斓 可谓是观赏动物中的一角 有的金鱼通体只有一种色彩 像憨太可及的红狮子头 全身为红色 有的是两种色彩 集于一身 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代表于有娇艳的鹤顶红 颜色最为复杂 也显得最为斑驳的是花柳金 全身像是滴满了油彩 偏偏还喜欢四处炫耀 这身花衣裳 人类对金鱼的宠爱自古有之 早在宋代初期著名诗人 苏顺钦的九和塔诗中 已经有记载 颜桥带经济 近日独流止 见过人工清新选育后的金鱼 品种越来越丰富 体型更加奇异 色彩更为缤纷艳丽 随着饲养条件的日益改善 和杂交技术的不断提高 这轻舞在水中的小精灵 将会更好地美化人们的生活 盆景水草俗称鱼草 有些地方人们称之为随心草或如意草 近几年来 这些特有的观赏型水生植物 在市场上身价倍增 可以和一些名贵花卉 尽相媲美 盆景水草适应能力强 不论是在酷热的原下 还是冰封雪果的寒冬 只要有它适宜的温度 水草都能郁郁匆匆地生长起来 据植物学家介绍 水草有调节大脑中枢神经的功效 养殖水草十分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在水中阿挪似有益 几只碧绿到新来的意境中 一目养神奇乐融融 那么 适宜家庭养殖的水草 都有哪些品种呢 现在养了于多少种品种 二十多种吧 二十多种 二十多种水草 都是于什么品种啊 我买大多数的跟您背背吧 皇冠 宝塔 红玫瑰 小水兰 玉簪 玉簪 反而就这些个 大伙都喜欢 叫水草吧 水草的繁育 一般分为分裂繁育和精枝牵插繁育 在水缸内铺入豆粒大小的河沙 或者沙制 将水草移栽或牵插在水层中 即可成活 种植水草前 水缸要用高蒙酸钾或盐水消毒 擦进钢地上的污物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这样可以杀灭各种病菌 确保水刚清洁 从而为水草生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河沙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消毒后再铺入缸底 铺沙时要用手压实铺平 沙层厚度为五厘米左右 那么种植水草应注意哪些技术问题呢 这叫皇冠 它的种植药灵在哪儿啊 沙子咱们不是已经铺好了吗 是吧 它这个沙子不得超过这个位置 看看它那根在哪儿 那沙子就埋在哪儿 太深了也不行 太浅了也不行 现在再开始把它摆在这个 这样呢 先用手扒一颗 把它握在里头 用手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呢 把这 这手拿沙子埋上 固执了 这就行了 沙子一压着分就把它打呢 要往打 再的时候呢 注意 因为它没有钩 新掐爱的 新繁殖的 把根部这些个 衣着 摘掉 摘掉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这层这个叶啊 在这牙口上 扎着呢 可是你要在沙子里边 它要出根 它也得跟那儿出根 你要有叶当务着 它出不来 把它出根 这样 然后它一搁着水 这个草叫胡玫瑰 它的生长期呢 两个月左右 这个栽草啊 看是什么品种 磕大的 您栽的不是对西点 磕小的呢 栽的不是对西点 所以这就是你手下 啄情处理 再说这个冬夏天的管理 冬天呢 其实咱们栽的 都是热带草 那就说在温度上 您必须要下工夫 不管是您是暖气 您还是 是热来瓣 反正您得想办法 让那水温提高 提高到什么程度呢 你比如说 这红玫瑰 刚才我说了 它这个 它需要的温度 比别人要低 是吧 那最好是 你这个缸里栽红玫瑰 你那缸栽瓦塔 别让它混栽 混栽 你这个温度 不好让我了 水草栽入缸内 要及时向缸内注水 水要沿着缸地 徐徐注入水缸 加水量 通常为水缸融 二分之一 最为适宜 现在这的水草 要经常检查 因为水草尚未扎根 容易被水挑起 应及时发泄 及时补栽 同时 缸内的水 要经常循环 以保持缸内水质清新 水草所需要的最佳温度 为18到25摄氏度 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 一年四季都可以繁育生长 冬季供暖用的煤炉 可以因地制宜 自己动手制作 既可以焊住铁炉 也可以用砖块或泥坯砌成 水草对水质的适应能力很强 清洁的河水 井水和自来水 都可以用来养殖水草 用绿色的拱形塑料水管 连同每个水缸 使缸内的水保持不断循环流动 以此增加水分子氧的含量 促进水草的生长 养殖水草的鱼缸 通常向专业玻璃店制作 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制作 水缸的制作方法是 如采玻璃 是第一项 必须要采的方正 第二呢 就是要求咱们这个玻璃的厚度 厚度跟什么有关系 跟尺寸有关系 刚做大就需要厚玻璃 你比如说吧 四十 指的是公分啊 长一米 高的像这个钢是四十 四十 宽四十 高四十 长一米 就这样的钢子 您就得照着八厘的玻璃 八厘米的玻璃 八厘米的玻璃 这样呢 它可以进入这个钢子里边 承受的压力 另外你沾这个钢的尺寸呢 根据你个人而定 你是养鱼还是养草 以什么为主 对 是吧 要是养草的钢呢 让它稍微高一点 但是钢也不能超过五十公分 不能超过五十公分 哎 要是养鱼为主呢 你这个尺寸就合适 为什么呀 你要是太钢 太深的这个钢 水就深 水深的里边产生的氧气就不够用了 哎 你多你多个深的水 那鱼也在上面飘着 因为下边缺氧 这一块是提什么过来的 这个呢 刚才他讲这个 这块没跟你讲的哈 这一块中间这块玻璃啊 对 它就是为了磕着水以后 对 这个有压力以后 这两个长面 两个一米的这长面 它就要往出傻 对对对 是吧 就成快成了一个弧度了 这样它压力再大了以后 它不就 剥了就碎了吗 对 切个加固的 哎 这个呢就是加固 这还是主要 很主要的一点 嗯 必须得有这个 对 用胶粘住两边 嗯 养殖盆井水草 投资少 风险小 是一项适应大中城市 郊区农民朋友选择的 短平块项目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 在栽培繁育水草的同时 也可以随待养殖观赏鱼 做到鱼草并举 易举 在现代家居生活中 水族乡正成为人们装饰房间的新宠 自由徜徉的鱼儿和五彩缤纷的水草 会把你带入一个神秘的海底世界 大多数的水草都原产于温度较高的热带和亚热带 但是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 北方的种植者也在水草的栽培技术上下起了功夫 和其他南方作物一样 水草要想来北方生活 首先必须解决温度的问题 所以水草住进了塑料大棚 大棚里的温度至少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 傍晚温度较低时 可以在大棚里安装取暖设备 或将大棚上的草莲放下 以确保棚内的水草不会被冻伤 在大棚中种植水草 首先要修建一个种植水草的理想瓶床 瓶床的长和宽一般没有严格的规定 种植者可以根据有效利用土地面积的原则自己制定 但是瓶床有汉床和水床之分 汉床的整地和其他农作物一样 整平就可以了 只是播种前要将瓶床浇透 而水床整地时要将瓶床向下挖30到40厘米左右 然后在瓶床底部及四周铺上一层塑料布 并将塑料布的四周用土封盐 以防止渗水 塑料布铺好后 向瓶床里加入一些透气性良好的壤质土 并在其上撒一层腐熟的有机肥 厚度大约0.5厘米 有机肥要撒匀铺平 然后向瓶床中注水 注水时水流不要过大 防止将瓶床底部的机制冲散 平床整好后 就可以将准备好的水草插入水床中 密度为100株左右即可 在水床中种植的水草 必须完全浸磨在水中 否则会影响水草的植株形态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水草都必须在水中生长 有一些水草也可以在汉床上生长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你这个水草啊 有的是在这个深水池里面养的 有的好像就在这个陆地表面 就可以种植 其实它们有这样种水草有什么不一样 它们从植物学本身的角度 它就不一样 您比如讲啊 这个沉水性植物 就是说在这种乌公草 它属于沉水性植物 也就是说它这个叶片的组织 细胞组织相当薄 本身叶片呢 它就是由于它很薄 所以说叶片里面的薄水粒很低 如果搁在空气里一会儿它就干了 所以说这种草种植的时候 必须离在水里 这种草啊 名字叫地毯草 我们俗称为汉地两用草 也就是说这种草完全可以在陆地培育 但是水呢 它是耐水性啊 也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咱们不能把它种在水下去生长呢 它水下生长的慢 在陆地上呢 它这个根系啊 发育的比较快 同样 大叶形两栖类水草 早期在汉床上生长 长出茁壮的绿色叶片和根系 上市前一个月将它们移入水中 因水中光线较弱 一些光合功能不强的叶片 因无法合成足够的叶绿素 而变成美丽的红色 看来水床的目的除了培育沉水性水草外 它还是塑造两栖水草完美身形的最终工厂 水草在汉床上的栽培技术相对简单 只要在整好的平床上 将水草苗插牢就可以了 密度为每平方米100株左右 关键是生长过程中的田间管理 床要经常保持积水状态 确保水草生长所需的水分 小苗长大后 相互之间开始争夺水肥空间 这时就要进行建苗工作 建苗主要是去掉那些生长弱势的小苗 使栽种密度保持在每平方米50株左右 小苗一栽的时候它挺密的 现在就要给它分株了 如果不分开呢 它那苗长得太糗了 长出的水草就没有形成了 建苗后会在平床上留下几些小洞 利用这些小洞我们可以进行追肥 方法就是将肥料直接洒入洞中 然后用土将小洞填平 一来有效地增加了土壤的肥力 二来也修复了平床 原产于南方的水草 适宜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生存 但是极端的高温高湿 会引起水草的病虫害 一般来讲啊 这个水草这个病虫害啊 大部分都是在夏季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采取及时的药物处理 和杀菌灭菌的处理 不然的话呢 它把这个水草的形态啊 叶子啊 全要把它咬坏了 甚至说富兰掉了 通常我们用什么样的药剂来处理这些病虫害呢 那就看它是由于哪种原因产生 你比如讲是燃菌性的 那么咱就大量用这个杀菌的药物 如果属于虫栽的 我们就要用一些个青虫霸 是吧 用这些个药物来把虫子杀死 打药的时间最好在傍晚进行 因为此时棚内的温度下降 水草的蒸腾作用减弱 有利于药剂的吸收 提高药效 在良好的栽培管理条件下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水草苗就可以移栽到水族箱里 供人们观赏了 水族箱里由于光合作用较弱 也没有机制供应养分 所以水草的生长非常缓慢 或者停止生长 为了保证它美丽的形态 就必须定期在水族箱内加入营养液 营养液包含氮钾等矿物质 和一些微量元素 以满足水草维持生长需要 水族箱本身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为了保持这里的生态平衡 不要在水族箱里养太多的鱼 否则有些鱼就会死掉污染环境 这样美丽的水草也会因此生病 看 变开水草是多么难看 这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 神奇的水底湿液 马上就会变为死水一潭 我们要及时地把这个草拔出来 要把这一局部的沙子 就是污染的沙子 把它全能出来 经过高门酸甲处理 处理完以后呢 把这个草烂的部分全把它去掉 然后再重新移载进去 水草这种美丽的植物 在自然界中 它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份子 但是在人工栽培的条件下 却把人们的生活空间 装扮得如此美丽多姿 看着这些美丽的画面呢 我想您已经知道了 我们今天要带您看的呢 就是观赏鱼 说到这个观赏鱼啊 目前它的主要品种呢 还是以金鱼和井鲤为主 听说啊 这些观赏鱼的市场卖家 还是很不错的 咱们先把这个鱼看 它是那个菊花点 头下一朵菊花是吧 是 鱼箱也挺不错的 这一朵就能卖到50到80这些吧 听这价格还真是不便宜 而据我们了解呢 市场上卖的普通使用鱼 每500克也不过是几块钱 你看虽然都是鱼 但价格差异还是蛮大的 那在饲养方面 观赏鱼和普通鱼 有什么不同吗 养那种观赏鱼呢 它那个 像它这个食性啊 一般的跟那个 咱们那个养那个 吃的鱼 差不多 这都是一些什么品种啊 这两池子是呢 红鲫鱼 这个池子呢 是红白肠尾 哦 那个尾巴是白的 对 身的也是白的 红白肠尾的 那个池子呢 是小金鲤 哦 在公元756年间呢 唐宿宗曾建立起了81所放生池 主要呢 就是用来放生经济 后来啊 这些鱼池变成了观赏鱼池 到了赵构当皇帝的时候呢 又在杭州修建了金鱼池 并饲养鸽子 以作玩赏之物 这以后呢 金鱼就成了 历代皇朝共亭中 不可缺少的观赏鱼类了 到16世纪初呢 我国的盆养金鱼 便传到了日本 之后呢 又传到了欧洲 当然到现在呢 就已经遍及全世界了 您看咱们国家的养殖 观赏鱼呢 也算是历史悠久了 那么中文多年来 您看这个观赏鱼的市场 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观赏鱼市场呢 应该也在随着 人民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这个需要 再起一些 应该说起一些微妙变化 怎么可微妙反呢 过去我们家的这个 养这个观赏鱼主要是金鱼 随着咱们近年来 这个跟外贸 跟国外的接触 它们不光需要这个金鱼 像咱们现在看到的一些 这个单尾鱼 像鸡鲤啊 花季啊 红草鱼啊 在蓄产啊 需求量也相当大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生产的现场 一会儿呢 咱们看看我们 这个金鱼的销售大厅 还有销售大厅 那走看看去 7月份是观赏鱼销售的淡季 这里一天的产品交易量 大约在三万围左右 相比之下呢 还是中地党鱼卖得好一些 家里边养的就是 普通咱们中国的金鱼 就是普通的观赏鱼 我带鱼没养 我带鱼没养 一般都喜欢什么品种 喜欢的像龙井 家里有点痒 然后红帽子也有 好像还有射手 痒都不多 就两三条 痒多少年了 痒 也这几年才开始痒的 也就一两年 新手 你为什么要痒这关上去 怎么说现在 家里条件也好了 然后那个 现在 工作也比较轻松 家里边环境好了 想弄一条观赏鱼 环境也好 就是 讨厌讨厌操吧 这里贵一点的 就是给这狗仔 还阴隆 那这么高的价格 您也愿意买 我现在养着那个 买的小的 这么大也可买不起了 小个儿的时候买的 小个儿买的 那你就玩吧 没事吃完饭 待会儿 且比玩我麻将强多了吧 什么叫强 十块鱼 十块一对了 如果大量的批发呢 批发 货多不多 有量吗 有啊 都自己加养鱼 对的 有个多少呢 八块 几万条有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瓶子 一个瓶子就有 二条吧 这个 这个不正宗的 这个是红白的 我是喝点红真正的 如果喝点红真正的 如果喝点红真正的 就贵了一点 有不一样 你好 我听您挺懂行的 对的 我很懂的 您这是来买鱼吗 对的 我想跟它 到上海去批发 我们发日本发 美国也发的 我们赚搞这个东西的 您是从上海来的 上海 上海到北京来买的 我知道 我一年要来两三次了 我知道的 这里 钻鱼鱼的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批发的 所以我要问它价钱 那您这个鱼批发出去以后 好卖吗 批到上海以后 可以买的 一般是在那个 江云路花鸟市场 草云路花鸟市场 两个最好的市场 我们有蒙面的 那您在上海 卖这些观赏鱼 卖多少时间了 卖了十几年了 好长时间了 十几年了 对的 那以您来看 现在上海市场 比较喜欢 哪种类型的鱼啊 上海市场喜欢 鹤顶红 绿青 红丝 还有那个好的景点 目前观赏鱼市场 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一些高档鱼的卖价 每尾可上万元 而中低档鱼的卖价呢 就参差不一了 多的能上百元 少的却只有几分钱 人家 五百国人上这边 留我来广告了 什么大东西 九十三个 那您卖鱼的效益怎么样 效益算不错 您这卖的都是金鱼啊 对 都是金鱼 怎么样 这些品种好卖吗 好卖 买的人挺多的 就是城里的人过来买 机关大企业是吧 还有大公司啊 都来我们这买鱼 他们买的一般都是 质量稍微好一点的 个体大一点的 还有一些 刚才咱们看那些大金鲤啊 都要那样的鱼比较多 要求质量比较好 就针对一个老百姓来讲吧 价钱偏低的好卖 就是稍微的中档 中档的好卖 目前在国内市场上 畅销的观赏鱼品种有 红狮 刘金 熊猫 龙金 锦鲤 在国际市场上 畅销的品种是 花季 草金鱼 放天鱼 珍珠鱼 水泡鱼 骨头 红头 养殖观赏鱼呢 是属于一项短平快的项目 再加上啊 它的饲养技术 也比较好掌握 那么这个市场呢 也还不错 看来呢 这还是一项好